明人爱茶 一片树叶 创造千变万化的茶汤滋味 明人爱花 将大自然中 这抹美妙的香气记忆 采集凝结在一碗茶汤中 三月的嫩哑 八月的浮花 经数次印制 离半年而至初秋 才成就仙灵清甜的茶汤滋味 暑往寒来 汽上一壶茉莉花茶 将每一次对花香的思念 变成一次可预定的冲锋 七月入福过后 天气酷热难耐 茉莉岛上的花农们 迎来最忙碌的世界 茉莉花喜阳 温度越高 花开越多 正午的高温 更是让花垒中的精油浓度 达到顶峰 此时正是采花的好时机 像这样子变白了就可以盛了 这个小小的就没到时间 这样的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摘 开掉了不行 不香了 不漆的 明江两岸茉莉香 秋水白鹿丽莎州 自两千年前 茉莉花传入福州以来 便在这里落地生根 福州地处亚热带 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 盆地中心的冲击平原 为沙壤土 肥力高 水分足 昼夜温差大 是农作物生长的沃土 采摘后的茉莉花仍在呼吸 茶笼们将花垒用网袋装好 经过水路运送入各家茶厂 花垒进产后 要迅速摊放成五到十厘米厚 除了去除异味和水分 也能帮助降温 增加氧气 促进鲜化开放 茉莉花绽放土香的最佳条件 是室温三十到三十三度 湿度百分之八十 因此在酷热的夏季 要达到这样的自然条件 必定要等到夜晚来临 此时 制茶匠人忙碌的一夜 才真正开始 花最主要要剪干净 智莉花就是把不好的门弄掉 小的 花不开的弄掉 这些要不然就影响那个品质 晚上十点左右 茉莉花次第开发 微张若胡爪 开始慢慢吐露香气 茉莉花属于气质花 只有在开放时才会香 温文丰只能在这四个小时内 让茶叶吸进花香 这是时间与茶人的较量 花开就是命令 花开了我必须得住 温文丰要赶在花朵全部开放以前 完成茉莉花茶制作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印制 这是独属于花茶制作中的工艺 印制就是将花放在茶叶中 让茶坯吸收花香的过程 一层茶 一层花 叠加覆盖二十层以上 这看似简单的茶花拌盒 又有什么特别的奥妙机关 让温文丰整个夏夜 寸步不离守在花床边 就是为了花跟茶的比较均匀 均衡结合 让它香气更充分到茶里面去 这个均衡度很关键 就是说你讲我的花的 比如厚薄 太厚了它上得太快 太快的话 那就很容易把它花烧坏掉 那味道就变闷了 闷了 茶叶就吸收味道 就也很容易变闷掉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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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不是说花又多越好 或者越少越好 这要有一个实弹的一个度 这个度很难讲 看似静止的茶和花 内部正在发生剧烈的花学反应 温度积聚上升 花突如香气 茶叶舒胀的毛孔 贪婪地吸收着罪人的芬芳 这个时候 控制花与茶混合时间 以及比例 就是因之成败的关键 但是不够后就跟喝酒一样 你没喝到污 太过了就把它喝醉了也不行 喝吐了 你就得有个平静的心在那等 不能着急 你就得在那等五个小时左右 有了快一点高一点 然后你就闻它的一个味道 这时候气味一旦出来 你就在那边上 就有一种气了 这种气一旦出来 好 到味了 你就得把它醒花通花 让它更通透一点 不能闷了 因此 在硬质的五个小时里 茶人必须时刻感受 花茶内部的温度 一旦温度过高 必须立刻散热降温 通气积养 促进茉莉花恢复生气 继续吐香 这个步骤 茶人们称之通花 茉莉花跟茶放在一块的时候 它慢慢慢慢有水流 就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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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 就气整个就压住了 要到一定的程度 在挣扎过程当中 你这时候把握住了 让它示范一下 它瀕临死亡的时候 让它出现生机了 通花散热 再拌喝 再通化 如此反复 使得茉莉花的芳香物质 一次一次通过水汽 缓缓伸入茶叶 将原本主导 苦味的茶多分分化 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 融入水中 转化为冰糖甜味 茶汤色泽 也从原本绿茶的嫩绿 转化为青丽的淡黄色 这是福州人下夜里的 销树良药 然而 这绚烂漫妙的夜晚 不属于寂寞的茶人 窗外的天空渐渐亮起 温文峰 才算完成了 第一道茉莉花的印制 将茶封香 等待两天后的第二次印制 茉莉花茶的制作 通常要印制四到七次 追求品质的茶湿 甚至会印制九次之多 每多印一次 并不是单纯数量的叠加 而是使花香 一次一次地 与茶发生化学反应 轻入茶中 这就是茶人们追求的标准 花香入茶谷 关于茉莉花与茶的结合 有一句令人心吃的形容 以花之魂 嘴茶之魄 作为茉莉花的灵魂伴侣 茶也绝非泛泛之辈 好花配好茶 是茉莉花茶制作中的铁绿 可是什么茶 才是印制茉莉花最好的茶呢 福州的三月 春寒料翘 日照滴滴歇歇 休养剩下了一个冬天的茶树 吐露新芽 又肥又壮 此时 茶芽中 氨基酸与多分类物质非常丰富 制作的茶叶滋味鲜爽甘甜 中国茶种类繁多 傅天龙承起祖杯经验 自己也逐年探索 他最喜欢用 烘清绿茶来印制茉莉花茶 绿茶常见制法有两种 烘清绿茶和炒清绿茶 它们要将采摘回来的仙叶 迅速进行杀青 破坏仙叶中煤的活性 终止发酵 柔年 叶片柔破变青 缩小体积 在最后一道干燥方式上 烘清绿茶与炒清绿茶 两者又显著不同 这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炒清绿茶的炒意味着干炒 烘清绿茶的烘 指的就是烘龙烘焙 这一道工序 正是区别二者的关键所在 一个用这个猪笼来烘 一个用锅来炒 一直炒 把它炒成的 外表很光滑 很油润 形成条形 就楼炼完以后 它又回锅再炒 这个就楼炼完以后 直接到这个猪笼来探培 叫烘培 这个叫烘清 炒清绿茶调缩景节 色泽绿润 冲泡后有新鲜的蚝毛香 绿豆香 西湖龙井就是炒清绿茶 烘清绿茶调缩粗松 表面皱纹显露 香气清纯 滋味清淡 黄山茅峰就是烘清绿茶的代表 福田龙为什么没有选择 高香的炒清绿茶 而是选择了清香的烘清绿茶呢 你看啊 这个的话 这个茶叶 你看这个就是炒清的 表 外头的话看 光泽的话有光滑亮 这种的话去硬化就不适合 它硬化西香度就不是很高 所以说基本上当绿茶来喝 这个就是烘清的了 那就最好硬化 是用这种的 为什么你看很松懈 它吸香程度很高 恐惧很多 所以花跟烘清喝起来 硬完花 把花的香气都吸到茶叶里面 留在里面 慢慢用水来一冲泡 喝出来就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莫莫莫花 随着波斯商船传入符咒 美妙的花香便进入了闽人的嗅觉基因 乐于充当幸事的闽人 让茶与莫莫花相遇相至 创制了莫莫花茶 使之成为在家公茶类中最受百姓喜爱的意中 2014年 福州莫莫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福州莫莫花茶印制工艺 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获丰双遗产的茶种之一 这是闽人的骄傲 一朵茉莉 一生茉莉 这句花语 不许就是匠人与茉莫莫花茶的约定吧 euch管理你 这辈子哇 这里我 Thank you 这辈子 верales 我 你 感谢观看